陕西高官钱颖安落马内幕,习六次批示,他给顶着,图,看中国记者林中宇综合报道,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钱颖安日钱落马,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该省的第五户路媒披露,钱颖安落马与秦陵北路的违规建别墅问题,有关此前路媒腾报,习近平曾对违建的秦陵别墅倾差工作,做出过六次批示指示, 却不见成效11月1日中纪委通报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钱颖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审查和调查陆媒界面新闻,报道说当地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钱颖安此次被查,与秦陵北路违规建别墅问题有关联,在钱颖安履职长安区期间,秦陵北路长安辖区内,出现了秦陵山水,等多个别墅项目, 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政治圈,也刊文说,2002年,长安撤县社区后,钱颖安提出了所谓的新长安战略,而该战略,与秦陵违规别墅关系,微妙2003年7月28日,长安区斥资1000万元,面向世界,寻求新长安战略策划方案同年,秦陵北路德维建别墅 不开建,2005年秦陵北路德维建别墅达到了疯狂,那几年不分房地产开发商开始,以旅游开发为名大面积争地,在租用的田地里,大兴土木,蛙湖,造山,移植大寿建高档别墅,区据报,当年前颖安还亲自向民众推销, 尽快在长安买,房吧不然过几年房价又涨了现在已经不便宜了,钱颖安官方履历显示他生于1964年11月,陕西西安人2000年3月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县长此后7年长安经历撤县社区行政中心西迁引进大学城等,钱颖安先后任长安区区长,长安区委书记钱颖安2007年3月离开长安区调任 县塔区委书记,2009年12月升任西埃副市长,2013年12月开始先后任宝基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宝基市委书记,2017年5月升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秦岭被历代帝王尊位华夏文明的龙脉,早在2014年官方媒体连续报道,西安秦岭北路存在大量违法建筑, 分布在秦岭北路5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对植被和河流等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媒体调查显示这些别墅多达300多栋,不少已建成业主非富即贵 还有党政要员,引发前影案落马的正是这些当年兴建的别墅,而引人关注的是陆美早前罕见曝光,习近平亲自批示六次,也无法推动轻差行动。 据多维网报道,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由来已久并多次惊动中央高层,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原因在于不法官商合谋,致使当地监管部门下布了首剧陕西日报。 报道原来近年来习近平已先后六次对秦岭北路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过重要批示指示却不见成效。 直至今年7月30日当局派出由中纪委副书记徐令毅,担任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组,在西安召开秦岭北路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为徐令毅在会议上说, 有的领导与老板结成政商关系圈,有的民企老板上下打电金钱开路疏通关系,有的干部拿钱办事违规审批,公权私用贪污社会。 路媒随后频频报道当局出动大量人力和大批设备,对秦岭违规建别墅群进行大规模拆除,中央社曾有报道指出秦岭别墅专项拆除行动,凸显了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困境。 近日中共中央提出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要求一些高官大员也发出维护习核心权威的表征之声,但各地政府很多时候依旧怀着天高皇地软,的侥幸心理口头上说着定于一尊,的政治表态落实到行动层面。 还是以地方利益和个人政绩为考量,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博弈和撕裂。 且不说,还面临着利益集团的格爱报道认为,面对这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中央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有效对策其实并不多。 此次中央派出中纪委副书记,亲自作战指挥拆围,表明中央对地方的怠惰和软性抵抗极为不满。 公开报道显示11月1日落马的钱隐安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陕西省被查处的第五指副省级老虎前四人分别是省政协副主席助作例,省委副书记孙清云,省人大副主任魏明州,副省长冯新柱另外在11月2日现任西埃市长上官及庆的履历从市委,市政府官网撤下钱隐安,孙清云,魏明州, 上官及庆均曾在西安市任要职,钱隐安从2009年12月至2013年12月任西安市副市长,孙清云从2006年7月至2012年6月任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明州从2012年6月至2016年12月任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 上官及庆,2015年10月从宝基市委书记调任西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16年1月升任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魏明州被指示拍上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而上台的令计划 2014年12月落马外界观点认为,所谓政令不通根本上也是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造成的恶果实评人士实实认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是人质,不是法治各级官员都是特权思想,就是想利用权力敛财,如果在民主的体制下官员,都是民选你不好了就得下台,所以根本上来说还是体制问题。 2.0